300米火力覆盖 我不允许没有WiFi 我家的工作室300米 上班只要三分钟 但是就这小小的300米 就得再半一条宽带 每个月200多 如果我手搓一个WiFi大炮 300米超远距离蹭自驾万兆宽带 速度能不能起飞 大家好 我是北京第一条万兆宽带 小明 万兆有多快 下载最高能到900兆每秒 不过百度网盘还是100多K 这万兆是真的香 不过有没有可能 让300米外的工作室 也用上家里的万兆 最开始想了个简单办法 300米说远也不远 直接拉根300米的网线或者光线 有线肯定最稳定 不过实际考察了一下 这网线不但要拐弯 还得过马路 不挖路的话 只能借电线杆架过去 微不危险先不说 被国家电网逮住 说不准要吃老饭 但如果直接高空飞线呢 300米网线直接飞过来 问了物业也不同意 担心线断了达到人 算是另一种高空旁物 喜提几年星期 为了防止大家以后看不到我 我决定换个稳点的办法 用WiFi 正常咱们家里的6u7 WiFi信号覆盖比较有限 近处能跑1000兆 穿两度墙可能一两百兆都没有 这是因为6u7的天线 基本都是低增益的全向天线 全向天线的特点 就是把WiFi信号 均匀地撒向周围 其实灯泡的灯珠和6u7天线 发射的都是电磁波 原理差不多 如果想让灯泡照得更远 有种办法是加大功率 但是灯泡加大电压 可能直接烧了过载 6u7天线也一样会出问题 另一种办法是给灯泡加个聚光筒 让光线汇聚起来 朝特定方向发射 把聚光筒原理放到天线上 勾计你解锁新姿势定向天线 定向天线可以把信号集中 发射得更远 加强信号 之前看有博主用一拉挂 或者铁锅 魔改天线 利用金属表面 能够反射电磁波的原理 把WiFi信号聚拢发射 我们也找了一口黑锅 放在内游器后边 利用锅底这个金属面 反射信号 你猜效果怎么样 OK 目前我距离工作室 大概50米 WiFi信号是两格 来 测向往速 开始 下载36兆 上传65兆 装上大锅 收到 信号还是两格 测速看一下 下载只有7.8兆 不知道为什么变得更慢呢 大锅信号增强计划 失败 铁锅登录游看起来不大惊 手搓一个天线 会不会有效果 我让Deepseek 豆包 文心爷 帮忙设计一个天线 三个抽皮匠聊了半天 都说没啥问题 OK 买零件 开始改造 手刺5G 天线 严重怀疑这个东西的信号质量会怎么样 换上我DIY的 废土风味的天线 现在是完全没信号了 正常来说天线的效果 跟铜片的大小 间距 直接相关 三个AI分析都OK 那问题出在哪呢 咨询了业内的朋友 应该是没有做组抗匹配 这玩意想做好 要用几十万的网络分析仪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懂规计 我每天都在琢磨天线 某宝不知道怎么知道了 天天给我推七七怪怪的东西 仔细研究了一下 咱上下游产业链完整 直接能买到成熟天线方案 50欧标准组抗 不会烧流气 16dbi增益 这里的dbi 支持天线的信号强度 事越大气号越强 之前我用余谷天线增强WiFi信号 增益是7dbi的 最远的房间网速 直接翻了25倍 这根天线比它还要高9dbi 强度直接加9倍 想想就爆炸 直接来4根 2 days later 这两次的天线并排放一块 怎么样 有没有大炮的感觉 OK开始改装 这个天线接口是IPX1 有些流气的天线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 大家如果想自己魔改的话 建议选这种有IPX1接口的流气 OK接下来开始改造 就是我买的超粗的溃线 试一下 这天线太粗了 上杆盖不上 感觉得开几个洞 我这打洞的水平还可以吧 OK改造完成 这感觉怎么样 接下来就是天线 该怎么摆 电向天线的指向性很强 歪一点可能就没信号 我3D打印了两个固定环 在两端套住4根天线 确保它们是平行的 都朝一个方向 然后把天线阵列架起来 WiFi大炮 1.0 来 对着隔壁楼试下效果 手机只能搜到几个WiFi信号 但是用路由器搜 可以搜到巨多WiFi 有点东西 拿着天线朝我家方向一怼 竟然真的搜到了家里的WiFi 不过信号质量有点差 能连上 但是速度起不来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不过我能看到信号 就有改进的可能 接收到了信号差 并不代表我这WiFi大炮不行 也有可能是家里路由器天线差 然后 我又手搓一套 让两子大炮 互相发声 而且WiFi大炮1.0 没准星 很难瞄准 这次我在固定环中间掏了个洞 装了指星笔 可以精准定位 WiFi大炮2.0 实际用的时候 我发现这东西精度还是不太够 经常对不太准 放久了还会自己下锤 为了描得更整 这一次 我整了个炮台 这个结构跟真的炮台一模一样 可以水平站 可以上下站 直哪达哪 这次是完全体WiFi大炮了啊 3.0 是不是 HT222一个 呼叫1号炮台over 1号收到over 准备发射over 1号收到随之可以发射over 往左一点点 见证时刻的群星 成功对劲 已经连上互联网了 OK网友也出来了啊 开始测速 下载0.6兆 上传3.2兆 我试一下能不能看一些视频 视频播放啊 就是等的时间有点久 网虽然是蹭上了 但这个速度怎么说实在是太慢了 我又咨询了一下 天线不能太密 劲儿不能往一处使 间距至少得半米以上 本开 WiFi 去 现在天线是结界展开状态 咱们再测下速 下载11兆 上传68兆 网尊强者恐怖如此 这速度怎么说 日常用可能还行 办公就不太够了 然后我带着网尊圆盘 跟另一位网尊 间隔百米 激情WiFi对轰 这次速度直接干到了1200Mbps 距离近 攻击力确实高 总结一下 这次魔改WiFi大炮 有遗憾 也有惊喜 虽然没有成功白潮到宽带 但是百米之内 都可以跑上1200Mbps 可以考虑搬家到100米之内 不过手挫虽然爽 网速虽然快 但是自己改装的定向天线 有可能不符合SRC要求 如果你家位置比较敏感 可能会被信号监测车找上 总之不要轻易尝试 真想远距离足网 请认准SRC认证的专业网桥 魔改WiFi大炮 100米高速蹭网 有手就会 优势在我 手挫地表最快网速 六七到底怎么工作的 一起搞明白